要把沙发垫裙下来洗 最近天天下雨 前两遍就想洗 但天气不好 今天实在等不了了 洗了用风干机把它控干 我们家有狗狗 所以这个沙发垫啊 还有这个靠枕啊 基本上十天左右洗一次吧 十天半个月 今天狗狗们也要送去洗澡 我就把这个沙发垫啊 这些都洗一洗 老婆 你们三个今天去洗澡啊 知道了吧 小可爱 洗了香香 妈妈把家里也打倒得干干净 是不是啊 人家姐姐和老爸在里面去 妈妈在家打澡一声 知道吗 小可爱 我这个沙发垫我是买了两套 那一套都用旧了 我一般两套换得用 那一套买的时间长 一般我这个人是好用的 我会买多两套 就是备用啊 这套还新一点 那一套已经用了很旧了 换得用的 姐姐和老爸带他们三个去洗澡 姐姐姐姐姐不太喜欢去洗澡的 你看猜猜 猜猜高兴 那是谁 姐姐去洗澡快点 对 听话啊 猜猜好搞笑 发出来的声音 狗哥们送去洗澡 家里面安静了好多呀 这是刚才老爸帮我穿快递 我的睡衣到了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老爸总说我那些睡衣 前两年的像萝卜干一样太旧了 他说换新的 所以我又买了几套睡衣 你看这个是我姐推荐给我的 她说穿着很舒服 而且马术够大啊 像我现在比较胖嘛 我要买大马术的 纯棉的啊 纯棉的面料 因为这家睡衣的话我也是买了好几次 感觉很不错质量 然后这个裤子的话是那个 就是七分裤 就是也不是很短也不是很长 那面料真的不错 你看 够大了 买的是两个家的 小纹棉的 小纹空啊 这套也是纯棉的 这是个长袖的 其实我觉得纯棉的啊 越穿越舒服啊 我那旧的是穿了有两年 老妈说太旧了 我是说旧的穿的舒服 特别舒服 但是太旧了就要换啊 这个是长袖的 长袖的话因为现在就是秋天到了嘛 然后就是碎空调凉啊 长袖长裤 我也一起买了 这颜色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很清楚啊 长袖长裤 唇棉的优点呢就是 越穿越软 然后特别吸汗啊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刚开始洗的时候会有点缩水 所以我一帮我都尽量买大一点的 大一点洗多几次 它就定型啊 就不说嘴巴就穿的正好了 唇棉的是特别吸汗很舒服 越穿越软 这个是一套冰丝的 冰丝的话就是 有质感哦 看上去很高级 我也买了一套试试了 冰丝的你看 冰丝的就是夏天穿不行 我们这里不吸汗 但是秋天啊 这个季节啊 这个季节啊 我们这里秋天时间长啊 秋天穿还是可以 比较单爽 单爽的季节穿冰丝的 还可以感觉很高级啊 你看 这是裤子 面料软软的 材质真的很不错 还不错 很舒服啊 这是冰丝的一套 这一套才一百多块钱 感觉很高大耶 当然不是真丝的哦 要是真丝的话 可不止这个价格 这个季节的话 淡爽 因为没那么多汗嘛 穿上凉凉的 也挺舒服的 这个的话 是我 买了一件T恤 因为这个季节的话 我会淘一些 这些特价的衣服 这个是个假两件的T恤 不知道小不小的感觉 面料不是纯棉的 也有点那种冰丝的感觉 应该还可以吧 到时候试一下 这个是我买的几条底裤 纯棉的 我一般的话底裤 我用一段时间 我就要把它扔了 因为底裤 我觉得还是要经常换啊 这个钱不能省 对 像我身上这一套的话 是这个也是这家 随机店买的哦 我觉得质量很好 穿的很舒服 这一套的话 是莫代尔棉的 莫代尔棉呢 我是觉得它 就是面料比纯棉的要薄 洗的话很容易干 特别像我们这里的雨季啊 你如果纯棉的话 可能晒两天就一定干 像这种莫代尔棉 一天是肯定干 然后还有莫代尔棉的 我觉得穿上也挺稀罕的 但是呢 它就是容易变形 洗多了 不像纯棉的啊 不太容易变形 所以我觉得莫代尔棉 穿的也蛮舒服的 最佳这个睡衣质量还不错的 像这个 我这次买的这些长袖的 这些纯棉的 我这次买的两套都是纯棉的 像这些的话也是很便宜 几十块钱 现在这睡衣 我觉得质量都挺好的 然后面料很舒服 又便宜 几十块钱 这次的话 还买了一套冰丝的试一下 冰丝的就是看上去很高级 不会显旧啊 然后现在不是我们这里秋天 马上也快来了吗 秋天就是比较干爽一点了 冰丝的话就是它不稀罕 但是干爽的季节穿还是蛮舒服的 因为我们这里秋天也挺热的 所以穿冰丝呢也还可以 因为没有那么多汗了嘛 比较干爽 这一套的话也穿一百多一点 很便宜 像这睡衣的话 我都放在橱窗里面了 因为可以上橱窗 有喜欢的粉丝的话 可以去橱窗里面看一看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